是要把自私自利 是非人物贪嗔吃慢放下 勉强发下也好 哪一个修行人 在开头不是勉强压抑自己呢 随顺圣教 总得有一段时间 才能够去向自然 这个里面你功夫就得利了 感觉的不十分勉强了 到功夫得利的时候 发喜就生起来了 发喜也充满 可是最初要不克服自己这一关 那你决定做不到 换一句话说 你功夫永远不会得利 永远还是随顺烦恼吸气 见到别人得到利益 升迁了 得到高位了 得到荣誉了 你的忌妒还是灭不了 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要警惕 要有高度的警觉 还有这个念头生起来 自己立刻要下等 又在造罪业了 虽然没有这个行动 念头就造罪业 一夜 即使看到别人荣耀 别人得利益 我们深欢喜些 别人遭遇困难 我们有怜悯心 这个功夫才真的得利 你的念头真的转过来 转不是在口头上转 是在心地 是在境界里面转 用心要纯正 为一切众生服务 也度缘分 缘分不到 慢慢等待 佛家常讲 佛不度无缘之人 祝佛如来 尚且如失 我们 照个什么机 语言很复杂 佛菩萨那一边 没有障碍 障碍在众生 我们总要晓得 总要清楚 众生那一边的机缘 没成熟 所以你看看 古大德 对我们做的榜样 语言不成熟的时候 充实自己 儒家也说 语言没有成熟 独善其身 充实自己 语言成熟的时候 尖善天下 为天下人佛 这叫尖善天下 诸佛菩萨 也佛如实 至于 机会 我们这个佛法里面 讲机会 有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缘分 给你做事情 我们要认真努力 就像现前 阿弥陀寸 李会长 积极 在争取 这个机会 机会 真的争取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辛苦 这么大的规模 我们工作量 又增加 争取不到 没有这个机缘 我们审视 可是 不能不积极争取 不积极争取 你没有慈悲心 积极争取 语言不成熟 这情有可原的 那么这是佛弟子 对于求谦 这个求谦 在我们佛门里面来说 求机缘 由机缘 为众生佛 做出更多的 贡献 我们是在求 也常常求 佛菩萨加持 使我们有机会 尽心尽力 为佛法 为众生 为社会佛 可是 众生要有福 众生的福德 这个时候没有现行 它就有障碍 所以这个语言就很复杂了 不是个很单纯的了 我想帮忙 想帮你忙 它对方不接受 诚心诚意帮助你 他对你疑惑 他对你打了很多问号 对你不信任 这语言不成熟 不成熟的时候 重拾自己 提升自己的境界 等待因缘成熟 在等待当中 我们也可以以一些善巧方便 除静因缘成熟 这个除静是 除静是真上缘 诸佛菩萨 无量皆来 教化众生 他的这个一套方法 我们要细心观察 要好好的学习 总而言之 不论是 是法是佛法 都要以真诚 除世待人久 祝佛菩萨 为我们实现的 德行 总结 就是天天改过 天天反省 天天改过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天天如是 等着菩萨 等着菩萨了 每一天还在 反省 间谍 改过 自信 所以人家能够 语言成佛道 我们今天 功夫不得力 就是在这个层次上 俗破了 没有认真 反省 没有认真 去改过 古大德常说 人非圣贤 数能无够好 在佛法里面讲 人不是佛 纵然是等着菩萨 还有过时 比世间人说的 更要严格 更要彻底 所以我们读 华言 清凉 离长者的住宿 他为我们说出来 佛法无论大小城 无论是 宗门教下 行教密教 讲到修行的宗纲领 灿除业障 而依依 这话讲得有道理 灿除业障 金刚经商讲得 离一切相 断一切物 不施依供养 不施供养 这是修一切山 要是问 要是问佛家讲的修行 这两句话就报尽了 一个灿除业障 一个光秀供养 就这样子 确实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无论是哪个宗派 这个宗派 这是修学的 总纲领 总原则 瞧诈求接 这一看就晓得 这凡夫 迷惑颠倒的众生 他才干这个事情 真正觉悟人 真正明白人 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真正为社会 为众生服务 佛家讲的布施供养 什么样的身份都能做 不一定要有地位 要有权势 没有地位 没有权势 照样可以做 中国古代的时候 这有些同学 念书过文里头 念过武训 武训是个乞丐 乞丐也能做圣人 乞丐也能做佛菩萨 他每一天在外面 乞计计计计 那一天钱 逐渐逐渐攒起来 他办了不少修校 在我们佛家讲 那个乞丐是佛 是菩萨 不是凡人的 在儒家眼光里面 那是圣贤 不是普通人 那么由此可知 何必要争取 这个社会地位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句话 你在这几天的报纸里面 诸位自己细细去看看 台湾总统进选 巧诈求亲 甚至于美国总统 今年也在竞选 失忆于坚决投票 最近我们也看到德国 许多多国家地区 都在争取这个智慧 现代人讲真 竞选竞争 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 完全不相同 我们中国文化 让哪里会有真的道理 上古时代的许游 这诸位在 《过文》里头也训练过 人家要请他来做过往 他听说了 赶快逃到深山里面去 隐居了 现在人还要真 他不要 为什么不要呢 责任太重 这个事情做不好就不得了 做好了是你的本分 你应该要做好 做不好就是罪过 所以这个事情 平行而论 吃力不讨好 战国时代 诸葛亮 还要人家三顾毛鲁 才坑出来 你就想一想 这些真正是杜树人 真正是明里的人 不在其位也不谋其阵 不在其位 不在其位 自己的生活 逍遥自在 一旦 得到这个职位 那就是鞠躬进瘁 死而后已 事出世间的职位 都不好证 在我们出家人 这寺庙的住持 寺庙里面的执思 这个好真的 住持方丈这个职位 比做总统还难做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住持正法 教化一方 你的职责 要叫这一方的众生 断我修善 破米开物 利苦得乐 这在你肩膀上 一样没有能做到 你就有亏之手 那就该堕落 这个事情好干的 应光大使一生 不做住持 什么意思呢 告诉我了 这个职责 不容易做 做得不好 过时太重了 依照佛法戒律里面来说 这是堕地狱 极重的罪业 做好了 无量功德 住持方丈 就像学校的校长一样 你怎样把这个学校办好 利益 业方众生 所以乔诈求谦的意思 无限的升广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